嗨,大家好,我是大西妈妈 今天我们继续编织这一件从上往下织的平间毛衣 这个后片,这是挖的领 两边就对起来了 对起来以后我们从这一边,从这一边开始织 又来到了这个右边的这个针 右边这个针我们当时挑下来五针 这五针呢还是要再放到针上 我们不能把它拉过来织,拉过来织呢就少一行 好,这个地方呢还继续做银反 把它挑下来,再织 这样就一直织到这个地方 好,知道 你看这一针这么松,看到了吗 这就是没织的那一针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挑起来 挑起来这个线一起织 好,这边就织过来 织过来这最后一针我们还是不织 织的话还是有洞 然后开始挑这个针 就挑下边这个 如果你要是感觉记不清这个地方可以做个记号 这都是肩部的针数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挑 我挑的是下面这一根线 把它都挑起来 这些一直这样挑和这边就连起来了 好,知道这个地方最后一针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是这样织 你看,有个洞不好看 那我们就挑起来 挑的时候呢,不能挑这个上针这个线 如果挑它呢,这个地方就缺一块 因为我们都是,你看 都是漏着这个上针行的 所以呢,我们上后面来挑 上后面挑起来 这样一起把它织掉 它就没有动了 而且这个上针行呢,也保留住了 这样呢,就直接织过来 再往前织 一直直到我们 引返的那个地方 直过来,你看这一针 按说应该是引返 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翻面 没法进行得失引返 我们用双针引返 这一针 把它这一针挑起来 前面这一针挑起来 直一个下针 然后呢,这一个呢 就挂在这个针上 这就是双针引返 后面呢,再织上去 为什么我每次都讲这个引返 讲了好几种呢 就你在不同的场合 可以用不同的引返方式 好,这样就全织完了 如果你的针数多 你引返的次数多 你可以继续来回织 进行引返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再把它织回去 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引返 双针引返 你看两个线圈 把这两个线圈一起织掉 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不用上这一步呢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洞 好,就这样织就行了 一直织到这一头 织到这一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因返点 也是把它织过来 就这么织过来 然后不加不减的 往下织就行了 挂尖织到一定的尺寸以后 就开始夹针 就是挖叶下那一块 我们从下往上织 分开针以后 不是要剪针吗 这个时候呢,不是剪针 从上往下织呢 就是要夹针 把叶下那个糊度给它夹出来 好,就这样不加不减的 往下织就可以了 现在织完以后呢 它就是这样的 你看,挑的针 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这样织就行了 好,你看织到这边的时候 这一针是没织的 我们也是要把它挑起来 这两个线挑起来一起织 否则这个地方会有洞 一直这样往前织 这一针是已经银反过的了 直接销行 这边就织过来就可以了 它不会有洞 就是右边呢 全都进行了德式银反 好,这样就织过来了 然后再不加不减的织就行了 这样呢 这个后领窝这个地方 塑形也塑出来了 就直接织就行了 好,现在这个后片 已经织了16厘米了 从这个领盘的下面量 量到这个地方 16厘米 16厘米呢 就应该开始要加蒸了 好,这个地方织到了16厘米了 16厘米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要加蒸了 说实话 这个16厘米呢 稍微有一点长 你可以织15厘米 你不要织这么长 因为这样织呢 就加起来 织完以后就是接近22厘米 一个女士的衣服呢 如果不是很胖的人 22厘米其实就挺肥的 织20厘米就可以 你自己掌握这块 那这个地方的加蒸 应该怎么算呢 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胸围帧数 我留的是236厘米也下呢 我要各加12厘米 所以呢就要减掉24厘米 还剩下212厘米 106厘米还剩下106厘米 106厘米还剩下90厘米 还剩下16厘米 106厘米减90厘米 这16厘米还要再除以2 为什么除以2 它是两边要加的针 所以呢 8厘 那就是这个地方 要加8厘 这个地方就这样推算的 就相当于我们从下往上织以后 除了我们平收的这一块以外 挂尖部分 要剪掉8厘米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织 所以这一块呢 就要加8厘米 加完这8厘米以后 这个地方的帧数 就是106厘米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加的12厘米 是等着前片一起织完了以后再加 所以这一块是106厘米 只要加完了这两边的8厘米 就是106厘米 就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开始加帧 现在要织反面了 我们不再反面行来织 把它织到正面行 再回来加帧 好 现在开始加帧 这边呢 织一针就开始加帧 织一针以后 从这个地方 调起来这个度线 进行一个左加帧 左加帧呢 是把帧 这个左帧从下往上穿过来 然后呢 把它这样 好 就织一个正常的下帧 这是右边 就进行了一个左加帧 加上了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 你可以这样绕加一帧 我习惯这样加 所以就这样加上了 好 然后再直到这一头 进行一个右加帧 好 就往前直 直到左边来以后 剩下一帧的时候 我们也要再加一帧 也是调起这两帧中间的度线 进行一个右加帧 右加帧呢 是把帧从上往下插 直一个扭下帧 这就是右加帧 好 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次加帧 然后呢 我们在下一行 直到正面行不加 也就相当于四行 再加一次 这样反过来 直一行上帧 这一行再织过来一行下帧不织 再织一行上帧 就是隔三行 在第四行再加一次帧 自己往下织 好 现在又隔了三行 在第四行上 我们又要加帧 还是这样加 从现在开始再往后加呢 就是每道正面行就加 就是第一帧挑下来 挑起来这个度线 从下往上插帧 插完帧以后呢 我们就织一个正常的下帧 就这样 把它挑一下 这样插帧 织一个正常的下帧 好 加上了一帧 还是织一帧 始终是在这一帧的边下来加帧 要再加多少次呢 要再加六次 这是第一次 一共这个边 每边各加八帧 你把它想象成是 从下往上值 我们一共减了六次帧 也就是两行减一帧减六次 四行减一帧减了两次 就这样来想就可以了 只不过呢 我们是倒过来的 先是加帧 第一次呢 先加上一个 然后再隔四行 再加一次 后面呢 就是每两行 加一帧 一共加六次 一共是八帧 就这样来织就可以了 好 这边织到了 还剩下一帧的时候 进行一个右加帧 好 后片这个左边 剩下一帧的时候 还是要进行一个右加帧 把它调起来 这个帧 从上往下插 制一个扭下帧 就这样 制一个扭下帧 又加上了 好 以后都是这样来 只到了正面 就加帧 右边进行左加帧 左边进行右加帧 现在加了一次了 要再加五次 帧上所有的帧数 达到106帧 我们就停下了 然后量一量挂肩的这个尺寸 是不是在22左右 后边的呢 我就不演示了 就照着这个样子 织就可以了 这是我后片织完的状态 这个地方 看肩正好是斜的这样 然后呢 这个绣笼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从下往上织 这个地方剪针 从上往下织呢 是夹枕 看夹的这个弧度 也是比较好的 现在这个挂肩的尺寸 已经够了 我从后面这个 领窝最低的这个地方量 量到这个地方 已经达到了21.5厘米了 我要的挂肩尺寸就够了 这个地方呢 加帧也加够了 一共是加了八帧 就是织完这一块以后 加上一帧 然后隔了三行 四行加一次帧 剩下的呢 都是两行加一次 加了六帧 然后这个肩宽的尺寸 也刚刚好 去掉缝头呢 也在39厘米这一块 好 现在后片织完了 先放下不管它了 我们要开始织前片 好 今天讲到这儿 下次继续 这儿就会继续 就会继续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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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